作詞 李宗盛 李宗盛 自由落體 我們差了一公里 逆光飞行 蜡炬着地心引力 Tekila崩太近 梦境敏感神经 在其实一分之一的忽然里 把错过流星雨 别问过去 你说让我们失忆 别管黎明 我说我还不相信 黑夜深不见地 你沾揽了光雨 你其实一分之一的可能里 我能几分之净 也许你爱我 也许你不过一把火烧尽 也许你爱我 也许会真是你爱我的半径 It's alright I know 也许醒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说 也许那海是蜃楼 走散落在沙洲 也许你爱我 也许留下线落后 沉默时光沙漏 沉默我的沙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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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爱我 也许你不过一把火烧尽 也许你爱我 也许你爱我的半径 你一样就足以证明 就是你 一生不可以 一秒也可以 也许你一样就足以证明 也许你爱我 也许你不过一把火烧尽 也许你爱我 也许你爱我 也许你不过一把火烧尽 无际的无际 这首歌叫做也许 也许你爱我 来自佳佳的新专辑里面的作品 这首歌是由陈梅和佳佳共同作词 佳佳作曲 是的 佳佳现在就坐在我对面 欢迎光临 嗨 大家好 我是佳佳 是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加入我们 FM98.1 因为543节目的行列 我是马世芳 我刚查了一下资料啊 佳佳上一次来上我们节目 是2007年 跟你的表舅浩恩一块来的 浩恩 对 那时候是跟浩恩 对 那时候刚发Blue in Love 再上一次来上我们节目 是跟陈建年一起来 我终于自己来了 是啊 你看六七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中间发生好多好多事情 真的 然后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 待会找照片给你看 那时候我们冬年纪还很小啊 对 当然我想我跟很多听众朋友一样 认识佳佳的声音是从你跟浩恩的那张 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专辑开始 不过发完那张专辑之后 浩恩佳佳居然就这样没了 然后 然后就 你就变成 好像到幕后去当和声啊 对 一直要等到去年 前年啊 应该是说前年 2012年 才又在相信音乐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对 哇 然后这中间真的历经蛮多曲折的哦 嗯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消失了 然后我不见了什么 但其实还会 还是会在其他人演唱会上面 嗯 听到我或者是看见我 是 其实还好啊 我还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嗯嗯 那一段时间其实 也是在给自己更多更多的磨练 哦 对 呃 不过从浩恩佳佳 到跟相信音乐合作 推出专辑 嗯 至少我在听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感觉蛮意外的 因为跟之前的风格相当的不一样 嗯 而唱歌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对 其实佳佳有很多的唱腔 嗯哼 没有 没有任何特别的 什么固定式的唱法 嗯哼 但是比较特殊的是自己的声音的特质 嗯 对 那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做一个反差 就是跟之前 然后跟家家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是 然后 比较符合市场 嗯哼 然后也比较 呃 让家家唱一点 比较主流一点的东西 嗯哼 对 大家其实没有 都没有那种想法 就说哦 其实家家也可以唱 嗯 这样的歌曲 嗯哼 对 第一张专辑呃 制作的 每一首歌制作人的团队啊 找了不同的组合来 对 但是到了今年的第二张专辑 嗯 整个的制作思考方式 有点不太一样 大家都还在尝试 嗯 就是从第一张开始 然后去找到一些问题 或者什么的 嗯哼 再从第二张然后再去做改变 嗯 对 家家会唱歌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 听到你开口唱歌 我想没有人会有任何意见 你太会唱了 哈哈哈 但是假如我是制作人 或者我是唱片公司的老板 我大概就会想 那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声音 用对的方式 放出去让大家听见 嗯 首先得要有好歌 这当然是最最重要的条件 其次就是要有好的制作的手法 嗯 找什么乐手来做 用什么风格来做 嗯 是要 是要走R&B呢 还是加点电呢 还是要不插电呢 嗯 还是要让你原住民的这个特质 再凸显一点呢 但会有一些考虑啊 对 那最后再慢慢收拢下来 去决定这张唱片要怎么处理 呃 这张专辑的统筹制作人是马莎 马莎 而且马莎好像也是第一次跳下来做制作人 对 哦 我看你在其他专访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蛮好奇的 呃 一开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是她来做这个工作 因为她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也蛮意外 就是那时候开始开专辑会议 嗯 她居然出现 嗯哼 然后她只是因为对我声音有兴趣 然后她想说 诶我来听听 哦 你们要做什么 哦 然后我可以给一点意见 哦 因为她自己听的东西也蛮多的 是是是 然后她就跟着参与会议之后 诶老板就问她 那马莎你你有时间吗 就是来干脆这这几首歌 她大概挑了几首 嗯 之后说那你就来当制作人 嗯 就是这几首而已 嗯 后来马莎答应了 哦 后来又又再度开会说 那这几首也交给你好了 就慢慢后来变成成章 其实她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然后她压力也蛮大 然后时间真的不够 哦 但是她真的是用 她真的尽心尽力 嗯哼 对啊 呃 她有没有跟你说 她对你的声音有兴趣 或她想要来做制作这件事情 她当初 她有讲过 她说 就是后来再度开会的时候 我就因为我一直笑她 我说你不是 不是只是有兴趣 然后来开会吗 嗯 怎么后来变成整张专辑的制作人 她说我也不知道 就一步一步的就 陷进来这样 嗯 对 那她自己也其实觉得蛮 蛮新鲜的 嗯 就第一次当制作人 但是她很多事情真的都跳下来做 是 你说很多歌曲的贝斯都是她弹的 嗯哼 甚至于要那个冠友 吴月天的冠友也有帮我打鼓 是是 我这次动用到好多人哦 没错 签到相信音乐的好处就是 目前幕后从老板到员工大家都会来支持 对 来支援 师兄师妹师弟 不过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相信马莎会对你的声音有想象 一定也是对这张唱片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一些想法 嗯 当初其实我们还没有真的 很确定她的整个专辑的走向会是 寂寞这件事情 嗯哼 但是在 但是在 所有的歌都录完了之后 大家开始在 在看每一首歌 哎 她好像都跟寂寞可以牵扯到一点 是 关系 嗯哼 对 然后 嗯 这一整张专辑的 的感觉 或什么 其实我跟马莎沟通了很久很久 哦 然后也沟通了很多 嗯哼 她是一个非常好制作人 因为她很愿意听 嗯哼 听歌手要的是什么 嗯哼 对 然后她也希望 我可以 她可以有很多的权限跟空间 好 可以管到自己的专辑里面的很多东西 OK 嗯 所以这对你来说也是第一次 也是 嗯 可以自己有比较多的主导 对 呃 好 告诉我们制作人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因为制作人这三个字 我们一天到晚看到 嗯 但是好多制作人好像各自的手法跟介入 跟做唱片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有的是独裁暴君型的 嗯 有的是很开放民主型的 嗯 有的是无为而置行的 马莎是说服 哦 她很会说话 OK 她非常 她说出来的话非常可以说服人 嗯 那其实她在这张专辑里面她担任的其实有点像总就是总管 总管 制作人其实就是总管 哦 然后她也就是帮助我跟其他的呃比如说编曲者还有这个音乐上面她来做一个媒介 嗯 沟通 嗯 这是很重要的角色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不好意思讲 哦 那她说你觉得怎么样 嗯 然后跟我先做沟通之后 我就告诉她其实怎么样怎么样 嗯 她再去告诉她说这要怎么做改变 OK 也就是她作为一个中 中间人 中间人 作为通意啦 对 通意 呃 做音乐 我们知道做音乐尤其是艺术家跟这个创作人啊 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些想法不见得能够用非常具体的方式描述出来 但你需要跟录音师沟通要跟编曲人沟通要跟乐手沟通 对 呃 你跟她讲太模糊的 她会没有办法抓到 嗯 就是说需要 有时候会需要翻译啦 嗯 然后我需要这首歌听起来 比较有点那个蓝天白云的感觉 这个贝斯手就会很苦恼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没有错啊 就像 嗯 有一些制作人会比较抽象 嗯 跟歌手要求的事情啊 嗯 是抽象的 嗯 我 我其实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嗯 但我可能 没有办法了解你要的是什么 哦 比方说 比如说那你唱出这个空洞的感觉 哈哈哈哈 嗯 呵呵呵呵呵 呃 这个空洞是 呵呵呵呵 哦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那 其实这一张我最大成长 其实应该是对歌词的诠释 对歌词的诠释 对 因为我之前比较弱的这一块 哦 嗯 而且这张专业 你自己参与创作 也不止一首歌 对 嗯 哦 也许 也许你爱我 对 刚才第一首放的 嗯 还有五十个或许 对对对 这些都是蛮有意思的经验跟成长哦 嗯 呃 这张专辑整个 从开案到完工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半年 半年 半年左右 对 但是中间当然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啦 没错 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录音室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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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比较辛苦的是 嗯 比较辛苦的是马莎的时间被压缩 是 他可能去 去拍MV 到泰国啊到哪里到美国去嗯 然后他一回来马上就要进录音室这样 对啊因为五月天的那个行程也是非常非常的满啊 对 我总觉得我总觉得像他们这种巡回方式那个体能应该是要跟职业运动员一样的 是 他说应该就是选手了 你跟过他们巡回吗 你知道 有有有有 嗯 呵呵呵 真的很厉害啊 嗯 他们真的很厉害 所以呃 你还记得开案录好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吗 第一首歌是 《尘埃》 《尘埃》 嗯 因为第一首录下来大概后面要 怎么往下走 那个大事应该就底定了 但没有 但当时并没有这样 没有 哦 因为他是 因为那首歌是否一个剧 啊对对对 那是《步步惊魂》 《步步惊情》 哦 《步步惊情》 对 这编回去 《步步惊情》 就《步步惊情》 好像鬼片的感觉 sorry 呵呵呵呵 不要这样老人家进去 呵呵呵呵呵呵 嗯 嗯 然后那首歌是因为否一个剧所以先 然后再来是我没资格 哦 哦 嗯 所以整个专辑大概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心里有个感觉是录到哪一首歌为 的时候 大概大概有感觉 嗯 嗯 这专辑哦 嗯 嗯 还是其实就一路往下走 慢慢慢慢自己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他会是怎么样的样子 其实在不置可否 嗯哼 因为这首歌比较有点轻松然后雷鬼的风格 哦 对 然后他的词也蛮有趣的 嗯哼 对感觉像叠对叠的那种感觉 嗯哼 那 然后而且小芬姐 我在录这首歌配唱之多人是小芬姐 是 马玉芬 对他直接 嗯 因为在前一张他把我叮得很惨 哦 那这一张他直接就 他无话可说 哦 就是这一首 尤其是这一首歌 嗯哼 对 马玉芬我们知道他是台湾和声界的大姐大啦 没错啊 超厉害的 是 嗯 作为配唱制作人 哎之前他怎么叮你啊 我蛮好奇的 他自己讲到没有耐性了 然后就口气真的就很不好 哦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快哭了 因为作为一个普通听众我们很难想象 家家演唱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叮的 真的他真的实在是叮到我欲哭无泪 哦 所以他要求的是什么 你做什么事情做不到他的要求 就是有点抽象的那个制作人 有点抽象 哈哈哈哈 但不置可否这首歌 嗯 让他 让他觉得哎 很享受 真的哦 嗯 大概他也觉得你有成长了吧 嗯 比较能掌握了 嗯 这首歌是深白色的词曲啊 陈陈妹也有加入作词 然后是五月天马莎担任制作人 嗯 这首歌的事情就你懂得 你会微笑但不知可否 哦 你说为什么真爱不能说真话呢 我会微笑但不知可否 习惯你不知可否我也不知可否 我们在等待什么 我们在等待什么 明明就 你不知可否认不知可否 我感觉你也在门口等我回首 你不知可否认不知可否 多少心脚不选的斜勾 擦肩而破 在哪里等待一个过头 你明明明請吧 百分之可否也在等待你的笑 你 不知可否 eyabah 你说他欲去欲求自以为是天后 我微微笑但不知可否 你说他问我额头应该代表什么 你微微笑但不知可否 你说爱是杀手当朋友还比较旧 我微微笑但不知可否 因为你不知可否所以不知可否 我们在考验什么 明明就忍不住想回眸 我感觉你也在门口等我回首 多少心肠不选的血都擦肩而过 在哪里等待一个过头 明明不只是朋友 为什么喝了酒才算是朋友 我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世界好像也只有你懂 跟他 Δ�kt Jose耶 然后她们的女朋友 考验的风光 享云我魅力量 我爱的是酒吧 这张专辑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当然统筹制作人 五岳田玛莎功不可没 然后有好多好多音乐圈的 大咖都来助阵 刚刚刚刚提到 这个作词人之一我老婆 我发现我多年来都把他的名字念错了 他的筆名 我看到就想要是 没有的没嘛 那其实他应该要念破音字要念末 所以是沉末 沉末其实就是你们老板永志的筆名 没错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啊 是这不是秘密啊 那他为什么不用 算了 他作为 作词人的时间 非常非常长 跑到唱片公司 他还在当企画的时候 写歌写了二十几年了吧 那做大老板是后来的事情 永志 但是我想象中他应该蛮疼你的吧 嗯 他对我很好 非常疼我 嗯 对 是 嗯 怎么说呀 像我记者会 这张的记者会 他就送了一个房子 那是假的房子 是 巴比娃娃的那种 他说希望佳佳可以早日找到白马王子 好 然后 他说 跟你一起努力买房子 这件事 相信音乐会跟你一起加油 但是白马王子 你要自己加油 嗯 是 通常是这样 对 而且 其实他们都很贴心啊 嗯 真的很设身处地 有时候被 帮 为歌手着想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嗯 都很尽力啊 嗯 嗯 嗯 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情啊 有好多面向 嗯 我看到不止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啊 他就是爱唱歌 他很能唱歌 嗯 但是进了唱片圈要当艺人啊 当艺人就有很多跟唱歌不是那么有直接关系的事情 没错 有时候也要打包一起接受嘛 嗯 但是要是这个时候公司的团队跟你是站在同一边的 很多的负担可以减轻不少 对 也不是说觉得好像要对应你不喜欢的东西上来 哇 我还在适应这件事情 嗯 就是 当艺人这件事 嗯 那其实我在外面我都 只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只是一个歌手 嗯 我并不是 艺人 嗯 因为好像要具备非常多的才艺才叫艺人 但是我只是一个唱歌的人 嗯 对 然后 嗯 嗯 有很多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你刚说的面相 比如说包装也好 嗯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像是因为主打就是创作型歌手 啊 哈哈 我这个 我也还好啦 但我真的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感觉 嗯 嗯 就是越做 会越好的感觉 嗯 这倒是一件好事情 对 我想一开始的适应跟磨合大概都是难免的啦 对啊 就像之前第一张 录音整个情绪不会掌握 哦 然后就变成自己的嗓子都坏掉了 嗯 对 因为心理压力其实你没有办法排解的时候啊 哦 你身体就出现一些状况 压力太大了 嗯 嗯 所以今年我录完音公司让我放一个月的家 哦 就回台东 是 所以回台东去度了一个月的家 是啊 然后一回来就觉得啊 整个心 整个心情都变得很好 嗯 身体状况也好很多 人是需要接地气啦 没错 身体才会比较好 对啊 嗯 我想听众朋友 应该有很多人也都知道 家家出 出生的地方是 是这个南王部落啊 嗯 台东北南族的南王部落 嗯 南王部落大概是全台湾金曲奖单位产量最高的地方 哈哈哈 他们每次都开玩笑说 诶 那个金曲奖不够 我借你 家里有 我觉得你们那个树上都会长出金曲奖啊 哈哈哈 没有啦 今天其实 哈哈哈 就是大家真的都很喜欢音乐 然后大家都聚在一起 嗯 然后一起 創作啊 嗯 唱歌啊 嗯 那 就是这几年比较被听到了 嗯 声音被听到 是啊 呃我们会注意到南王部落 包括整个东海岸的音乐场景 当然跟你们同村的见年有很大的关系 嗯 然后当然浩恩她是你的表舅啊 季晓军是你的姐姐 是 呃我曾经想过要把那个南王部落的族谱画一个表出来 还有陈永龙啊 陈永龙也是你们这边的 是舅舅 对 然后还有南王三姐妹嘛 对是舅妈跟阿姨 是嘛 你看这什么家族啊 这是 哎呀上帝真是不公平 哈哈哈 所以呃早在你十几岁的时候就跟A妈一起 一起在走唱了啊 嗯 但那时候唱歌就是爱唱 爱唱 想怎么唱怎么唱 想怎么唱怎么唱 也不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唱才对 没有 嗯 没有人教我唱歌 嗯 从小没有人教我唱歌 嗯嗯嗯 所以其实唱歌的经验都是那个时候得来的 是 嗯 然后包括后来跟浩恩一起组了二重唱 嗯 一起唱 也是那种自在的嘛 对 舒舒服服 爱怎么唱怎么唱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想当时郑洁任跟你们在合作的时候 他也不太可能告诉你怎么唱才对哦 没有 嗯 没有其实真的没有 那时候的录音一些都非常 非常的自然 嗯 就是录音是啊你要喝酒就喝酒啊 嗯哼 聊天就聊天啊 想进去录就进去录咯 是 对 发生休息的时间比录音的时间还要长 哈哈哈 简单的说就是呃 家家虽然出道很早而且 要从出道这样算的话 也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有呢 有 但是在前面的十来年都不是那种工业标准的环境 不是 一直都不是 那我到现在就是所以公司的人可能会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很难控制 哦 就是 但我我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被拘束了 哦 什么的 那跟我之前的感觉不一样 嗯哼 我对音乐的感觉不是这样 嗯 但是他们有自己他们的一套标准跟看法 是 那 还好他们都会好好的跟我说 沟通啊 嗯哼 让我去接受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就慢慢的就习惯了 也就习惯了 嗯哼 所以我才在讲这个磨合的事情 对 这中间要找到平衡啊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家家原来 擁有的那种 我们当初听到你的声音最爱的精华 嗯 因为需要符合某种工业标准 嗯 反而被磨掉 嗯 但是呢我们也觉得 是不是一定都要完全靠直觉来唱 也不见得 有时候你要做一点更精致的东西 或尝试一点不一样的方向 嗯 中间要拿到平衡哦 不是那么简单 像这一张 嗯 其实马莎要的东西跟我当初的要求其实是像是一样的哦 哦 我们的诉求就是他要的就是家家的声音 嗯哼 然后所以他在很多歌 这张专辑的很多歌里面有些气息啊 然后有一些 嗯 换气他没有特特别的去把它修饰掉 嗯哼哼哼 其实是比较没有被修饰掉的 是 就让他整个呼吸感觉比较自然 呼吸 对然后他要的话就是 哎 怎么是这种歌 哈哈哈 嚇到 哈哈哈 他要的这张 这张专辑的感觉就是 他说 有些人 唱歌 他其实他不太不太需要用到什么技巧 嗯 他可能唱一句你就会被他吸引 是 他觉得我是这样子特质的人 嗯嗯嗯 对 那他希望把这个特质就放在这张专辑里面 嗯嗯 就让大家听到把这个特质把它放大这样 是 让大家听到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这个版本的不自由 就是2006年浩恩佳佳的第一张 也是唯一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啊 这是当年让很多人听到你的声音 就被你服录的歌 这首歌在2014年 再次收录在佳佳的第二张专辑啊 没错 我们先听一下你 就是几年前啊 一二三四五七年前的录音 哈哈哈哈 七年前的录音我们先听一下 好 待会我们再来做一下班本比较 好的 紫紫悠悠的风 我好久没有享受 爱你不自由 不爱你也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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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也说了不爱 哪来这么多理由 请你放手 让我走 哪来这么多的麻烦 告诉你 告诉你我的痛 我不想再保留 其实我知道你 心里依然惦记着我 心里依然惦记着我 困了那么久 不如就让我走 不爱你也不自由 爱你也不自由 不爱你也不自由 不爱你也不自由 都你说了不爱 哪来这么多理由 请你放手让我走 爱你不自由 不爱你也不自由 自自悠悠的风雨 我好久没有享受 爱你不自由 不爱你也不自由 都你说了不爱 哪来这么多理由 请你放手让我走 请你放手让我走 去你放手让我走 你放手让我走 你现在听到的是2006年版本的不自由 佳佳现在坐在我的对面 欢迎回到FM98.198新闻台 音乐五四三节目 我是马世芳 我是佳佳 佳佳很久没听这个版本了 真的很久 那个怎么听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 有点不好意思 真的自己听得有点害羞 那时候还真的是 声音真的是很 还有一点同音的感觉 有点同音的感觉 是个少女的声音 是耶 哇哦 时间在过得真快啊 嗯 刚听到这首歌想到什么 我想到当时录音的感觉 其实一切都像 就像这样 自然 声音 表示的 表达的方式 也是很直接 但是真的就是很自然 听起来是舒服的 是啊 对 那时候听浩文佳佳的专辑就觉得 这场音乐就 就跟太平洋的风一样嘛 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对 不过当然 艺术的这个事情啊 有时候靠本能 会出来一些非常好的 原来就有的东西吧 用对的方式 就好像 然后石头里面藏着一颗宝石 我们把外面那一层 凿掉 宝石就露出来 但再来呢 宝石露出来之后 还要再做雕琢 它的光芒才会变得更不一样 那这几年大概就是在经历 这样的过程啊 怎么样让那个不同的光芒再发出来 我觉得佳佳花了蛮长的时间 到2014年的这张第二张个人专辑 找到了那个平衡啊 这张专辑听起来仍然是舒服的 但是在制作的角度来说 它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 包括我记得你之前也有在 放谈里提到这次尝试跟 乐手做同步录音 对 Live Recording 这件事情 其实我并不会紧张 关于这件事 因为我本身出生就是一个Live的 可以唱Live的歌手 那所以其实还好 就是不会到紧张或者是唱不下去 这反而对我来说是好的 因为每一次录音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录音这件事情 因为你必须要一直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 可能这一句唱不好 你就要一直唱 一直唱 唱到好为止 是 但Live Recording不是 是一下子把歌从头唱到尾唱完 只要中间有一点错 就要从头开始 对 那这样子才是唱歌的呼吸才会顺 对 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对 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解说一下 现在的做唱片的这门手艺 跟古时候真的很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电脑太方便 对 所以我们总觉得 我们看MV啊 就录音室里面歌手唱歌乐手一起弹 其实那个是现在很少见的做法 对 因为就像你讲的 任何一个人出错 全部的人要一起重来 没错 现在多半是会让音乐的部分先录好 歌手最后再进去配唱 而且配唱这件事情呢 因为电脑太方便 所以可以精修细剪 对 以往这个配唱的歌手 要是唱的状态一次两次不太好 他会多唱几次 可能把比较好的几段剪在一起 那是以前的做法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就算唱走音啊 或者唱吊拍啊 或者口水声太多啊 都不用电脑慢慢 把它就直接修掉 歌手不用再重新唱过了 但是这样做 对普通的听众来说 听不太出来有什么差别了 但是对于歌手来说 在录音室里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 其实我很对于这样子的做法 并不是很赞成 因为那会不公平 不公平 我觉得不公平 怎么说 因为一样你现场表演还是要唱 对 到时候就知道到底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有很多歌手 唱片听起来很赞啊 为什么上了舞台 整个比赛 那可能有些状况不好 还是怎么样 但其实录音这件事情 像Live Recording这件事情 像为你的吉姆唱歌 是 还有这一首不自由 不自由这首歌 一下子是好像跟五个老师 一起 在一个很大的录音室里面 你那时候是在哪里录这首歌 对 强力 强力录音室 台湾规格最高的录音室之一 对对对 然后钢琴手 我们唱得很顺哦 唱到后面的时候 伪奏的时候钢琴手弹错 哦 大家就扑痴的笑了出来 就哎呀 怎么这么可惜啊 这真的很可惜 钢琴是真正义 他超强的呢 真义弹错啊 他弹错之后 他还故意 就是以为自己有救回来 然后就又弹回来 然后之后那表情 就以为自己有救回来 我就扑痴 然后大家就 就笑出来 然后就 真的太可惜了 这个tag很好 这样 可是又 只能重来 哦 呃 就 错就错嘛 没关系啊 都伪咒了 就给他错下去 反正丢脸是他 又不是你 可是大家 要和谐啊 人家其他的乐手 不自由这首歌是 浩恩作词作曲啊 我们刚刚听那个 06年版 听到浩恩在后面 演唱这首歌的版本 试隔多年重新唱这首歌 把它变成了一个爵士乐 无重奏 这种编曲方式 他们真的很厉害 这些都是很年轻一代的老师 那他们自己对 他们好像是New Jazz 比较有想法 所以陈杰 陈杰他编的 然后我们练团只有练一两次 只练了一两次 然后这件事情 大家同样在一个录音室里面 录音这件事其实还蛮高纲的 因为大家的乐器都很 都很吵 都很大声 比如说小提琴 很容易就串到另外一个的麦克风 所以他就会在角落里 然后被很多东西挡住 然后上面铺着布 就是因为要隔音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大家好像看起来 好像录音应该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就可以完成 然后很简单 其实并不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手续 程序 是 但是这样子的废功 最后证明是值得的呀 是 因为出来的空气感 呼吸感 真的就不一样了 对 而且我相信你唱的应该也特别舒服 好像也没有 最主要当初 要这样子做的 的原因是 我们不要用click 就不要有那个耳机里面的节拍器 不要有节拍器 自然顺着呼吸走 顺着呼吸走 那就只好 live recording 对 所以乐手也得跟你跟得上那个呼吸的节奏吗 那个律动是自然的 我们是彼此牵制的 大家 对 听到我唱到真的比较激昂之后 他们就会弹得特别大力 其实大家呼吸是在一起的 那感觉非常好 这个叫有机农业 为什么 对啊 因为 假如说那种标准的惯形功法 他就有 比方说企业化的 或者是工业化的 整个制作过程啊 大量的 用类似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嘛 但像你这种啊 就比较搞刚啊 但是有机灾种出来 我们听一听 佳佳在 四隔 六七年之后 重新诠释这首 不自由 这首歌也陪了你很多年 很多年 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飞过千山万水之后 再回来 再唱一次这首歌 我们先听听这首歌 回头来跟佳佳继续聊 说了不爱 哪来这么多理由 请你放手 带我走 这首歌 离不离开 哪来这么多的麻烦 不想在一起 说出来会有多困难 其实我知道你 心里依然惦记着我 困了那么久 不如就让我走 我爱的是熊巴 优优独播剧场 或许你还会哼着 纪念前的一首歌 片段动人的歌词 依旧记得 也许你还没忘了 最应该忘记的人 缘分总让幸福变得曲折 生命有几个过客 会带走你的天真 爱过几个错的人 才能够完整你的人生 你的寂寞在唱歌 是否曾偷偷想起 不敢想的人 你的快乐不快乐 勉强的笑容看得出来 你累了 情歌动人也伤人 听到心碎成几遍 还是舍不得 我不是你爱的人 还是愿意为了你的寂寞唱歌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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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有几个过客 会带走你的天真 爱过几个错的人 才能够完整你的人生 你的寂寞在唱歌 是否曾偷偷想起 不敢想的人 你的快乐不快乐 勉强的笑容看得出来 你累了 情歌动人也伤人 听到心碎成几遍 还是舍不得 我不是你爱的人 还是愿意为了 你的寂寞唱歌 你的寂寞在唱歌 是否曾偷偷想起 不敢想的人 你的快乐不快乐 勉强的笑容看得出来 你累了 情歌动人也伤人 听到心碎成几遍 还是舍不得 我不是你爱的人 还是愿意为了 还是愿意为了 你的寂寞唱歌 我的心不疼不疼 心甘情愿在你的 寂寞里受困 有个爱着你的人 愿意为了 愿在眼前 只为你的寂寞唱歌 和 Quarterback 愿意为了 Zither Harp 我是马世芳 今天佳佳跟我们在录音室聊这一张刚刚发行的新专辑 这是专辑的开场曲 也是另外一首尝试做录音室同步录音的歌曲 没错 一气合成一刀未剪 一把吉他一把嗓子 就是啊 吉他手是宝补 宝补也来上过我们节目 这只弹吉他太厉害了 他是fingerstyle 台湾的我觉得新一代的 蛮厉害的 非常厉害 而且他是自学 他没有 好像没有去 特别去哪里跟谁 拜师什么 就是老天爷赏他这个才华 赏他这个手指 但这很动人啊 作为专辑的开场曲啊 是他编曲 那其实这首歌的氛围 刚开始听到demo的时候 其实跟现在这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真的说编曲的人也很重要 其实我们刚刚聊到很多关于做第二张个人专辑 要去调整重新思考 包括马莎跟你也讨论了很多 马莎也在采访的场合提到 他在想嘉嘉有这么一个好嗓子 从天而降的一个好嗓子 所以他要想的是 怎么样的声音 让你的声音不要被淹没掉 而不是拼命的加料 有的歌手可能他需要加料 把整个音乐撑起来 但嘉嘉的状况不一样 我们要让你的声音被对的方式听见 最后就变成要用减法来思考 而不是用加法来思考 这不简单啊 其实他真的 有时候他的思考方式逻辑 我不太懂 就是马莎这个人 因为他 其实他真的听了很多很多的音乐 他常常就觉得每一首歌 其实他都会有他的reference 就是带有他的范例 像比如说像这首歌 却没有 就是因为保补的编曲 所以他的这个编曲一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的声音 其实让我不知道当初大家 为什么会投这首歌是 变成主打歌 因为公司的人一定会先投票 才会去决定主打歌 第一波是谁 第一波是谁 是 对 这首歌很意外的拿到最高分 是因为其实很少有这种心态的歌曲 这样的曲式 其实是回到清汤挂面的最最基本的元素 一把木吉他跟一个嗓子 就这样 而且录的当下是他一边弹一边唱 对 同步的一起 肯定也没有click 没有 对 就是因为他当初他对click 可是我会发现呼吸不顺 然后玛莎就说 那这样子的话就同步录音好了 这是你们最擅长的事 所以就回到最 就回归基本点了 对啊 其实很享受这个感觉 是有唱到其实自己也有感动 然后就听到这音乐啊什么的 觉得很用心啦 对 确实是这样 因为当你能够动用的武器越少的时候 你的实力跟底气就要越扎实 就是一把吉他一把一把嗓子 所以没有东西可以互相 没有什么可以遮掩啦 是怎样就怎样 而且这首歌其实他的蔓延的速度之快 就是他其实一推出来 其实网路上很多很多的版本就出现了 甚至于有rap 就是加rap在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R&B版本啊什么 还有钢琴版本什么什么都有 他勾起很多人的想象 很多人的想象 那这首歌其实最主要的是 要传达一种 一种很无私的 很无私的爱 无私的爱 就是一种 你其实是寂寞的 但你还是为了对方的寂寞唱歌 用我自己的寂寞来去安抚你的寂寞 是是是 这也是要 经历了一点人生的酸甜苦辣 才会有体会啦 所以在你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阶段 唱这样的歌 我觉得也刚好是对的时候 这也是这张专辑的标题曲啊 我在听佳佳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真的很惊喜 我觉得 就像我之前讲的 他做到了平衡 在制作跟录音 演唱 你本来就有的才华 跟怎么样让制作在这上面加分 我像吴白老师会讲production value 我觉得这张专辑让我感受到了这份诚意 所以我觉得那个方向跟手法是对的 包括这张专辑 有这么多的厉害的人来助阵 但是他们都不会硬要把自己的东西 按到你的头上去 其实这是玛莎的意思 嗯哼 不要让太多东西抢过 抢过原来的我 嗯嗯嗯 就因为其实他觉得原来的我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 不要再加太多料 那如果有些东西是加了好听 但有些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话 他真的是减去很多很多的成分 嗯哼是 因为他发现我的唱歌 我自己也觉得我的唱歌是一分诚恳 嗯哼 那我这是很诚恳的想要跟你分享 嗯哼 音乐里面的心情 嗯 然后我的声音里面的灵魂就这样子 是怎么样可以回到那个没有想太多的状态 其实是要见山又是山啦 可以这么说 嗯哼哼 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叫不等于啊 这个这首歌的阵容可是不得了的啊 这是徐佳寅啦啦作曲啊 然后黄婷是你们相信的老员工啊 嘿他是一个作词人优秀的 是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认识他应该有十几年了 非常有趣的一个一个女生 嘿嘿嘿 制作人是李雨桓 嗯他当然也是编曲啊 很厉害 这个真的是大师云集啊 嗯 雨桓跟你是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 嗯 雨桓蛮有意思的哦 我们之前跟杨乃文聊到李雨桓 她还对她有很多的抱怨 但是有很多的佩服 我对雨桓老师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我真的觉得她的 她的这一首歌的和弦啊 还有编的真的很屌 我这样讲可以吗 可以 来多说一点 怎么个屌法 就你看她在这个弦乐里面 她加了电子的东西 嗯 那其实电子就是她的强项 没错 她厉害的地方 是 这首歌的弦乐协力之导是罗恩尼 诶这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 呃李雨桓总是有很多天外飞来的灵感跟想法 然后徐佳寅啦啦她的弦率的直觉 是无可比拟的哦 她总是能写出漂亮的弦率 漂亮的弦率要有好的嗓子来诠释 呃要表现最最细腻的情感 黄婷在这首歌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嗯 一起打造出这么一首精致的好歌 我们听听这首不等于 是谁说我对她好 她一定会对我好 是谁说真心是万灵药 在感情的天平里 没有所谓的平衡 也不是看谁比较能撑 我爱她不等于她爱我 全给她不等于她也要还给我 每个人在宿命里沦落 我爱她她会不会爱我 独老公把自己搞疯 还可以 我还可以 承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我的烦恼 它丝毫感觉不到 为什么爱会 熬成毒涯 在深处的分寸里 总有人负责牺牲 有人接受 有人一直等 我爱她不等于她爱我 全给她不等于她也要还给我 每个人在宿命里沦落 我爱她她会不会爱我 心甘情愿意 把自己搞疯 还可以 我还可以 承受 我爱她不等于她爱我 我爱她不等于她爱我 心甘情愿意 把自己搞疯 还可以 我还可以 承受 有一天 它有一天 回到 回到 Zither Harp 哎呦好好听哦 要命哦 真的 真的你说的没错 只有李宇环可以这么这么编 这首歌里面 你不觉得那风景一直在变换 他一直不断的在变化 当然佳佳唱的也是 谢谢小分子 哎呀 哎呀 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 这个小分老师 有给你什么提醒吗 他也是无话可说 也是无话可说 这一首 因为他唱到后来 大家都快要哭了 是啊 我是唱 唱到最后一句 我就很想 鼻子就酸了 然后我没想到 其实外面在听的人也有感觉 这太厉害了 好听啊 你知道在我们听惯了 那个加很多味精鸡粉的流行乐圈 味精鸡粉 真的我跟你讲 听很多音乐 你会觉得这是味精鸡粉 泡出来的汤头啊 就是标准标准作业嘛 你知道连锁店没办法 不可能一锅一锅熬啊 你在说最近的那个 最近的那个什么火锅 要配合一下时事啊 但是 听到像不等于这样的歌 就觉得 啊真的还好有这些音乐人 对 真的 对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比如尤其是啦啦 因为他这首歌demo 他唱他非常好听 哎呀好想听听看他的demo啊 他的 我相信 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 他自己的版本 是 因为他是自己弹 然后他就只有大啦啦啦而已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听 然后我就跟黄婷说 我要这首歌 嗯哼哼哼 拜托给我 是 那你有跟 你有跟作词人沟通 这首歌你想要 朝什么情境去处理吗 其实没有 哦 其实没有 那只是黄婷自己 真的自己去填写的 嗯哼哼 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这首歌 好像 嗯 一开始词不是黄婷 哦 对 因为有一些对不上的事情 所以 黄婷就自己就 又去写了 哦 嗯 啊 最后的这些曲折 都是值得的啦 对 真是 真是一个好歌 嗯 嗯 专辑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放了你有参与创作的也许也许你爱我啊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首是你自己写的歌 你自己作曲啊叫五十个或许 五十个或许 这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歌 嗯 嗯 其实我喜欢这样的东西耶 嗯哼 我对于音乐的接受度非常广 然后我自己尝试 嗯 用iPad来创作 哦 用iPad怎么创作 愿文奇想 那个就是那个Garage Band啊 嗯哼 嗯哼 iPad版的Garage Band 对 嗯 那只是我在尝试 嗯 但是嗯 我就写了短短这样子东西 嗯哼 然后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说Garage你要有些创作拿出来 好 然后我抽屉里面刚好就只有两首 然后我就拿出来给他们听 嗯哼 但是没想到很意外的他们喜欢耶 那OK 他们觉得这是Garage的Style 或者是什么 嗯 然后就又交给小玉去编 嗯 小玉把嗯 这首歌原本的样子 又又更开阔了 哦 又更好 这样 哦 其实他就是很多点的东西 是 然后还有Lisa Lisa老师 是 他是配那个配唱制作人 这首是Lisa配唱 嗯 然后他把后面和声夹叠得非常丰富 嗯 嗯 然后其实就是变成说他 其实他这首歌要现场的时候要怎么表演啊 我在想 嗯 对啊 他到底和声是主题的还是 对 嗯 但是他很特别 是 就是一个奇怪的孩子 舞台上要怎么处理再说啦 唱片里面录出来这个版本是很精彩的啊 嗯 Lisa也是一位我觉得跟你应该会气味蛮蛮合的歌手 嗯 我非常喜欢他 嗯 很喜欢跟他一起工作 是 那 他对我的声音也有很多的想法 他说下一张如果可以的话 他会给我唱他写的歌 哎 他是一个浪漫的法国人 是的 没错 而且他跟你有类似的经验 他也是从目前到幕后做过好多演唱会的和声 嗯 在录音室里面当配唱的制作 嗯 等等等 呃 我想你们应该会蛮合的来 很合哦 合到就是那个为你的寂寞唱歌的MV他有出现 是吗 对 哎呀 赶快回去看一下 耶 我们来听听看佳佳作曲 廖云如作词的这首歌 五十个或许 对后面那个和声的安排 的确蛮跳的 对 或许 或许唱得很感伤 或许是放 耶 或许内心一片茫然 或许我想不一样 或许疼或许开朗 或许冲突让我变得可爱 可爱 或许笑或许自然 或许常问我与谁就相爱 相爱 或许忙或许酸 或许赞美不敢当 或许伤伤 耶 或许想或许忘 或许我笑而不叹 一直在身心上 耶 或许放下 或许纠缠 或许承伤把你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发 这当是你的诺言 这当是你的诺言 因为 因为逼不过时间 才变谎言 就当未来某一天 你我重逢偶然间 才算永远 在一切结束一切 靠近一点 静一点 我好安全 快乐就快乐 快乐就快乐 我不哭了 你别问为什么 爱情的发盒 先放弃拉扯 就当我示弱着 就当我示弱着 快乐就快乐 你下一个 可能比我适合 于是我假装 我是不爱你的 我 然后你就不必 非爱我不可 非爱我不可 就当你给予的诺言 是个来不及兑现 不是谎言 就当未来没一遍 是要等梦想实现 不管几年 这当门关上一切 再看一眼 你的眼 好多爱恋 快乐就快乐 不哭了 你别问为什么 爱情的发盒 先放弃拉扯 就当我示弱着 快乐就快乐 你下一个 可能比我适合 于是我假装 我是不爱你的 然后你就不必 非爱我不可 爱你太多 我更该加设 人的幸福 可能会干涸 你不说苦涩 背着隔空壳 不如选择 拥有快乐 拥有快乐 会逃不过 会逃不过离合 我清醒有过 你让我 回想着便宜 然后你也不必 你必把我记得 我记得 我爱不死 我爱不死 我最后 我 center 我 快樂快樂 真的你所有的歌 可以one take 沒有問題 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很酷 他很瀟灑 然後真的是 這是貪雅寫的 蔡劍雅作曲小韓作詞 他們也是老搭檔 真的 而且她的東西 她寫的歌 就正非常充滿她個人的風格特色 然後其實要詮釋她 不是很容易耶 我覺得貪雅的這個路線的歌 它其實有一股鬆的勁 對 比較鬆 但那個鬆跟你的鬆 是不一樣的質感 所以你要把自己放在那種狀態裡面 所以當初錄這首歌的時候 也需要做一點調整對不對 有 那瑪莎跟曉芬姐是希望可以 就是你剛剛說的鬆 鬆散一點 然後有一點爛 但是沒有到那麼慵懶 是 她不能慵懶 不行 就是其實嗓子是要鬆的 但是感覺就很像是你在 你一個人 然後獨自走在一條 非常非常長的公路上面 就什麼都不 也不回頭了 你就直接一直走一直走 挺瀟灑的 嗯 嗯 但這又是之前比較少嘗試的風格嘛 這種 對 這種應該怎麼算呢 就是有點美國風的那種公路搖滾的味道 就像妳講的 是沒錯 我覺得這一張我真的嘗試了很多事情 然後其實做的 也不能說做的很好 就是還不錯 至少我嘗試了 然後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嗯 我覺得很好囉 謝謝 真的很開心聽到佳佳在這張專輯裡面的表現 因為作為一個歌手 跟這些音樂人合作 大家都會有本來各自的強項 對 怎麼樣讓這些強項加在一起 不會互相抵銷或者互相干擾 嗯 而要一層一層 每個人進來的東西都是對的 嗯 最後那個化學效應也是好的 嗯 說真的假如我是製作人 我會很傷腦筋 但是我覺得這張專輯的表現是很舒服 就是從頭聽到我也很舒服 雖然有這麼多不同的類型 對 這麼多不同的風格 其實我也是一個怕膩的人 我怕的其實我自己也怕自己專輯聽 聽很容易膩 哦 對 但還好聽到的評價都不錯 是啊 是非常開心 真的 這張專輯我相信從發行到現在已經 陪伴很多人 安慰了他們度過生命中某些傷心的階段 或者陪伴他們度過了一些快樂的事情 嗯 我會說佳佳這張唱片 它有療癒的功能 它有陪伴的功能 它是一張非常精緻的唱片 我覺得 現在的台灣流行樂壇 看到這麼一張 嗯 用心製作的唱片 嗯 但是又沒有過度製作 對 這是非常難的可貴的事情 嗯 當然這背後付出的努力 也是不可小看 嗯 包括這次這麼多的音樂人 一起一起來 嗯 像剛聽這首歌 阿燦亞自己有跟你直接聊過這個歌的事情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我聽了就知道是他的東西 嗯 然後 非常明顯 風格很明顯 嗯 我喜歡他的 他的音樂 跟他的聲音 是 所以 我非常的想要嘗試這首歌 欸 還好我唱的還不錯 是啊 對啊 然後其實這整張的專輯沒有像 第一張真的是比較冷 喔 對 那這一張傾向於比較溫暖的 嗯 那像你剛才說的療癒這件事 其實這是我一直想做的 嗯 我也正在做的事情 嗯 因為音樂其實真的是有療癒的功效 在醫學上好像也有 絕對是的 那 我其實最主要唱歌的目的就是 我真的希望 聽歌 聽我唱歌的人可以 心裡面有一個 舒坦 嗯 然後有一種放下來的感覺 嗯 不要 有些人真的有的時候悶了久了 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會這樣 喔 所以聽音樂其實真的是假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幫助到很多的人 呃 要療癒別人之前要先療癒自己啊 對 我同時也在療癒自己 是 所以我相信 這張專輯的整個經驗 對家家自己來說 也是很有療癒效果的吧 是啊 它呈現了比較 都會溫暖女孩子的心聲 嗯 所以很多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人對 比如說像為你的寂寞唱歌這首歌 大家都覺得很難過 嗯 或者是很想哭或什麼的 嗯 那我必須要說的事情是 這個你聽完之後你哭完之後應該就好了 對 希望就是對 每天按三餐服用 哈哈哈哈 有時候聽這個慘情歌 聽的當下很慘啊 嗯 聽完之後眼淚抹一抹 日子就可以繼續過了啊 嗯 欸有時候這些歌會讓你發現 啊原來我不是世界上唯一懂得這種滋味的人 他是音樂是一種陪伴 嗯 那 就是我其實寂寞 這件事情 嗯 他如果說兩個寂寞撞在一起 寂寞陪伴寂寞呢 就不算寂寞 呵呵呵 就是他抵消了 是 所以我的寂寞 用我的寂寞來 撫慰你的寂寞 那你的寂寞就不見了 這也是我剛剛講的療癒的意思之一吧 沒錯 哈哈 我一直想要做這件事 然後我正在做 我們接下來聽一下專輯裡面另外一首比較輕快的歌 就是宇宙人小玉貢獻的作品 巧克力啊 巧克力 比較俏皮輕快 沒錯 而且搖滾能量 喔 開的比較強的歌 我們聽 喔 我們來 聽聽這首歌 瑪莎跟冠佑都有貢獻 耶 這首歌的rhythm section就是五月天 哈 好 sudden 坐 怎麼樣 把來 我 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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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还有赤目 奥迪士是氛围的背首 然后也是Blue in Love那一张的 那是老搭档了 对 真的很喜欢他们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练团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票已经卖光光了啦 所以多说无意啊 听众朋友要去现场候补排队 看有没有人 我们要再讲说 要是有男女朋友约好一起去 结果演唱会之前菜了 就多一张票 你就赶快去给他买二首的 搞不好他会送你喔 因为太伤心了 哈哈哈哈 就为他们的寂寞唱歌 我们之前还在讲说 因为这是白色情人节 就是3月15号 是 16号嘛 对 那可能 如果说是有情人要来的话 我们会选择 如果你要买连号座位 我们会跳号 哈哈哈哈 这好阿烈喔 好坏喔 超坏的 我怎么记得好像之前看过 有人故意把那个 连号座位都买掉 哈哈哈哈 那是去实团的吧 这是很好笑 对这不行这不行 啊 没关系啊 他们这样子才会感受到寂寞 就是 在这个女朋友中间 还坐了另外一个人 超寂寞 嗯 家家接下来应该还会 陆陆续续有现场演出的计划喔 会的 嗯 所以我们密切 追踪家家的 动态消息 粉专业 加入脸书粉丝团 对 嗯 然后不然就是 去相信音乐的官方网站 嗯 当然啦 做完了这张专辑 我相信 对你自己来说 第二张比第一张要快乐 快乐的多 在整个制作过程啊 又撞墙期过去了 对 撞墙期是 是什么 就是那个 一直撞墙啊 过不去 这一次 是比较没有什么沟通上面的困难 对 反而是 自己的 呃 状况没有很好 像你听不自由的时候 好 的那个嗓音 嗯哼 其实那是一个重感冒的状态 哦是吗 对 你不说谁听得出来啊 对我现在说了 大家可以好好仔细听 还是听不出来 哈哈哈 真的听不出来 要命哦 声音的表情很多种啊 然后那一首是一种感冒的表达方式 哦 结果反而有另外一种风味也不一定 对 嗯 嗯 但这个不是问题啊 因为你找到了对的表达的方式 是 嗯 嗯 我蛮好奇的啊 呃 从当年跟着姐姐出来唱歌 跟着A麦到处跑啊 到现在算算十几年过去啦 对 做到第二张个人专辑啊 嗯 然后连浩恩佳佳那张也算上 就是你参与的第三张完整的专辑 嗯 做完这张唱片 你自己觉得最大的学习跟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学习跟收获 嗯 那学到什么以前没想过的事情啊 嗯 应该是说话这件事 说话 你看哦 你刚给我看了两张照片 对我刚把那个 七年前 下家来上我们节目的照片找给他看 对 还是少女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看我身边都有 像舅舅 对 他们做靠山或者他们发表言论 我只要旁边唱歌就好 嗯哼 我那个时候根本什么事情都不用负责 哦 我就是一个老妖很讨人厌子那一种 哈哈哈 就啊我不会讲 你讲就好了 哦 那现在就是你真的要学习是 让自己去表达自己的真正的想法 嗯 然后把这张专辑很完善的告诉大家 嗯 嗯 的我 要讲的是什么 嗯 因为你自己也参与了很多 就好你讲 这是自己比较主导的 对 能力 这样子我才有东西说 嗯 因为我有这些经历 嗯嗯嗯 才跟大家分享 是 嗯 学习到很多呢 其实 嗯 那其实那像小芬姐 或者很多老师之前合作 第一张合作过的老师 都觉得我其实 在唱歌这件事情上 技巧上面 有成长不少 嗯哼 对 嗯 有的时候可能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 技巧可以 嗯 幫助你 嗯嗯 对 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 这个事情就是专业啊 对 这个就是自我要求啊 还有就是 就是 我第一张的时候 其实上台表演 其实几乎都会很紧张 哦 因为跑的 第一次嘛 嗯 然后第一次个人 担当 然后要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其实紧张很多 不能不能再躲在和声的那个位置 要站到中间去啊 那让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嗯哼 台下的观众是怎么看我的或什么的 但 在这第二张 我觉得我真的很很有自信了 哦 就是我可以 用我自己真正的 现在这个样子 嗯 来去面对大家 没有太多的包装 其实是是 公司没有给我这些 嗯 这反而是好事 太好了 嗯 所以要跟你说声恭喜 嗯 因为不是每一个有才华的歌手 都能有这样的条件 嗯 嗯 可以在第二张个人专辑 就就进入这个状态 嗯 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眼看 那接下来应该还会有更多好事陆续会发生 哦 是什么呢 你有演唱会吗 是啊 你告诉我们啊 好事哦 嗯 哦 我接下来要去内地宣传了 哦 对 就是跑来跑去 是 那好事忙碌算好事吗 嗯 有的忙总是不错了 嗯 而且感觉上你现在能量还蛮饱满的 哦 哦 除备了蛮多的 可以接下来再发展下一个企划的 啊 有 最近也是开始就是有跟一些剧的搭配 嗯 又开始在录音了 是 是一些新歌 哦 所以已经开始在录新歌了 嗯 但是就是for那些 是 嗯 没问题 第三张应该还没有哦 这张还可以让我们再听好一阵子啊 哈哈哈 但是第三张也不要拖太久了 好 我跟马莎讲一下 哈哈哈 对啊 我们要跟马莎说声谢谢 谢谢马莎 他这个制作人做的真的不错 真的很棒 不简单 第一次跳大梁 有这样的成绩单 嗯 呃 他现在又有多一个副业可以做了 哈哈哈 他一直都是 他写作也很强 嗯 就是他其实全方位的 而且他想法 就不知道脑袋装什么 跟我一样就是古灵精怪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能跟佳佳聊这么多 我也很开心 我想呃 为你的寂寞唱歌 呃 口碑市场反应都非常好啊 嗯 那接下来我想呃 这张专辑一定会继续传唱下去 并且会变成2014年度 台湾流行乐坛 一张蛮重要的不能错过的专辑 谢谢 呃我们当然也继续期待佳佳 接下来会给我们的惊喜喽 好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就播这张专辑最好最早录下来这首歌吧 好 这首歌叫做陈埃 陈埃 步步惊情变回去 没错 已经快变偶像剧歌姬了 可是我们家已经有一个了 你们家 你们家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吗 对啊 好 你们家厉害的太多了 但佳佳的厉害 呃 发光发热 大家有目共睹 我们接下来继续期待 等你再来我们节目 带来更多很好的作品 谢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音乐543 我是马世芳 我们下个星期六 晚上十点再见咯 谢谢佳佳 谢谢 我们下个星期之外 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 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 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 我的爱深沉爱 散落在天真地带 不再对谁期待 难道是一种自由感